10月25号,香港画家沈静东举办以红军为主题的个人画展 画面方立生不仅他自己到场,还拉来了圈中好友古剧机、灵溪等一同来欣赏 刷卡请来了我的圈内的朋友来一起欣赏 因为我都知道比如说灵溪、Mark还有古剧机他们都很喜欢艺术,很喜欢画画的 那非常的高兴,就是他们,我一问他们,一邀请他们,他们就来支持 那我自己也是很喜欢,也觉得沈静东就是这个画家的画,很喜欢 就是我们这个圈里面的人都会喜欢的,因为颜色都是非常的鲜艳 还有就是很有创意,挺特别的,所以刚才他们来到都非常的喜欢 所以我自己都非常的满意这次的活动 小枫笑说自己很喜欢沈静东的画 其中一幅画他还要用作结婚照呢 我有一张在那边的是灰色的三个人叫工农兵 有一个工人、一个士兵、一个农夫 那还有旁边有一个一男一女的红颜色的 好像给我的感觉好像我将来结婚了都不用拍那个结婚照了 就可以就把那一张一男一女的红色的放在那边 就很有那个好的一个照头吧 古鸡鸡表示非常佩服这位画家画得非常好 当个画家是鸡仔小时候最大的梦想 他表示自己比较擅长素描 希望有机会也能举办一个这样的画展 前几天小方告诉我 有一位很棒很棒的画家、艺术家 要开这个艺术展、画展这样子 那我就一口答应他就是过来支持 然后大家也知道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喜欢画画的人 那所以来到也非常觉得 我觉得很开心看到这么好的作品 我觉得很棒很棒 那很佩服这位这位的艺术家、这位画家 那希望自己将来也有这样的一天呢 可以开自己的画展这样子 小时候的确有过这样的梦想 小时候的中文的作文课里面 我的志愿 我是写 我希望将来当画家、开画展这样子 那不过现在 现在主要是唱歌演戏 不要最近少了一点作品 那如果将来真的有机会开的话 我希望能开树苗、树苗展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画树苗